你看, 超輕的 扔下去之後, 自己掉下去 我不需要對陣 Hello 大家好, 歡迎回來漁人推介頻道 我是阿火 有朋友的船裝了新頂樓機 今集阿火會跟朋友出去試試 看看新產品是否真的好用 西式遊艇通常會附身一些 和有船艙 相對我們用開的燈件, 會犯風很多 如果頂樓機不夠力, 頂不住位置 那就難搞了 今天不停下雨 這次真的要打水戰 幸好今天阿火打算下水 否則真的有時間打 加綿的擦芯機和海陶機用得多 想不到現在還出了頂樓機 這台真的不錯 很輕鬆 它用24屋和36屋的電池都可以 這台真的適合大船櫥 你看, 超輕的 扔下去之後, 自己掉下去 不錯 即是我不需要對折 很輕的 很輕的 你單手拿得到嗎 浸乾真的很輕 單手收房也很容易 這個真的要給個讚 只有你才用的 現在 M字是瘦紅色 再按拋樓鍵 就變成拋樓 按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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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看不清楚 但揸靈的同意 下延,外面 thankfully越是太陽光越干 滑抓的時候 它可以有一個特別的處 拋得要緊 若你腦你們願意 Kardies 微調的話 用作用 possibility指向某個方向 變速harma 因為你跟自己看到是指的 太大 none 指向那個方向 至於指向這個方向 他按一下,按兩下,按三下 按四下,它會由現在拋藍的位置向這個方向向移動1.5米 每次1.5米移動6米 你看到現在的船在向這個方向 即是你向後指,它會移動? 對,我看到向後指,按一下就移動1.5米 我按著手勢功能指向這個方向 它的鴨嘴會指向這個方向 但它不是應該有什麼? 應該還有一個感應器在船裡面 看非沒有的 你說的航向傳感器 其他品牌要做到它detect你的船頭 會有一個叫航向傳感器開支 包括其他品牌,海法和VCOS 都可以做一個叫航向鎖定 就必須有一個圓形的叫航向傳感器 佳明用的內置 但安裝的時候,若果不是正裝 如果我們跟船頭方向是平衡的話 就要做小設定 告訴它船頭正式指外方向是哪個 現在手動模式 現在手動模式 它的鴨嘴可以走0至20速 現在是很不足 最多用24W 它用24或36都可以 如果用36W的話 推理實測最高是140磅 即是用24W看飛電 都已經比看飛24W大力量 很多 看飛24W是80磅 它的24W是100磅 都足夠了 官方飆出來都很保守 現在這隻27尺船都足夠了 24W都足夠了 為甚麼你找這麼好運的天氣出海 好天不出的 是要這麼好運 好天在家又吃人 好天在家玩手機 好天在家玩手機 下雨才出來 今天沒有人出海 好天在家玩手機 好天在家玩手機 你經常都自己按 我不會學不到東西 是吧 好 來吧 來吧 esteve現在教我 我在這座位置 我這座位置 兩斤的沙蠟 這麼害怕 對呀 我現在去回那個位置 OK 現在拋了 現在你拋了 現在正在鋪路 好的 現在正在鋪路 我現在想去129這個位置 首先讓我多動這個 然後呢 就navigate to 接著route Goto Go to Go to 然後你選擇 然後選擇 選follow route follow route 可以出發 那現在下載在follow 還沒啟動 你要上載車檯 喔!ok 上載車檯 現在是要娶速 到終點 已經這是desselation 現在會傳回跑腦 先放好 現在正在找到 現在正在找到 有時可以去到之前的排口位 可以去到之前的排口位 之前的排口位 船停停了, 火就可以去找到 很大樓 很大樓 下樓 有頂樓機停止的船, 釣魚真的方便很多 最少駕駛的船都可以玩 不過如果全部人下水玩的話, 船都比較穩定 如果不是頂樓機電池沒有電, 那就麻煩了 今天不停下雨, 水都很濕 這樣的情況有沒有魚見到成問題? 等一等, 海浪竟然有過 不過萌萌, 只能打一槍 這樣也打一種? 一中就開推寶 這條魚的樣子應該有3-4斤 還是上水面慢慢攪拌 死火了, 魚從右下卡住了石 卡住了什麼? 拉一邊拉一邊, 魚都沒有, 這次真可憐 剛好找到膠袋, 就撿海膽回去吃 馬上誒泡一邊拉, 魚都沒有了 不知為何這感覺有點像去街市買水果 最近下雨, 海膽已經瘦了很多 還是收拾幾隻就算了, 免得不靚時間 還是留點時間去打魚 等一等, 海膽又來了 這麼定身, 這麼好? 這次不能離開 真棒, 這條筋頭, 這次夠吃了 遊艇對潛水來說, 有一個最不好的地方 就是上水梯, 通常都在馬達旁邊 如果在大風大浪的日子, 要在山邊接人 那就危險了 不過現在可以用頂樓機頂上船 關掉馬達, 這樣就安全很多 這些筋頭筋頭就這樣清蒸都很好吃 今晚四個人去酒樓吃就適合了 這次的海膽真的瘦了很多 不過幸好還有肉吃 想要吃本地美麗海膽, 又要等到夏天二三月 今集到這裡, 下集回來見, 拜拜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